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9月7日 农历薪酬年8月初一 现在为您带来今天的中国新闻播报 知晓今日中国是近在光传媒 首先我们来关注 加紧二十大前军队布局 习近平在近五名上将 继两个月前 习近平晋升四名上将后 9月6日 习近平在晋升五人为上将 分别为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 中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 海军司令员董军 空军司令员长丁球 国防大学校长徐学强 以上五人均在习近平任上 尤其最近五年内频繁调动 迅速篡升 有些新晋上将 距离上次晋升中将 甚至刚满一年 汪海江今年三月 转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八月就任西部战区司令员 林向阳去年四月晋升中将军衔 如今已晋升上将军衔 董军今年三月任海军副司令员 八月升任海军司令员 长丁球 2012年七月晋升空军少将军衔 2018年七月晋升空军中将军衔 2021年九月晋升空军上将军衔 许学强自16年起 每一两年便升任一个新职 据了解 七月五日晋升上将军衔的分别是 南部战区司令员王秀斌 西部战区司令员徐启林 陆军司令员刘正丽 战略资源部队司令员 据前称 接下来继续关注 几内亚政变中国矿石投资项目前景堪忧 几内亚周日发生兵变 政变军方六日承诺会坚守商业承诺 同日法新社发布一篇题为 孔带垮台后 中国在几内亚失去了一个重要盟友的报道 文章表示 被扣押的总统孔带 自2010年11月7日上台后 中国和几内亚之间的经济合作 从未如此密切 而几内亚所拥有的世界最好的铁矿 开采权在中方手中 中方对该矿的投资已超过百亿美元 据了解 几内亚东南部有一个目前世界上 储量最大 品质最高 尚未开发的铁矿 西芒杜铁矿 中国对铁的需求不断上升 它每年需机口10亿吨 但开采这个矿畅 需要投资修建一条679公里长的铁路 将西芒杜铁矿与港口连通 在2000年 几内亚政府先将英澳矿业巨头利拓集团 拥有的第一和第二区块的开发权 转给了班尼斯坦煤次集团能源公司 孔带夺权之后 它取消了给班尼斯坦煤次集团能源公司的开采权 西芒杜铁矿的开采分四个区块 中国公司始终占多数地参与 其中博开铝土矿项目是几内亚最大的矿业项目 每年向中国供应的铝土矿超中国进口总量的一半 接下来进行关注 教育寻出新选项 中国教育部出台新教材新规 教育部六日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教材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一页以蔽之 手牢中共之政治底线 确保中共之育人方向 该办法还对培训机构自编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所有 线上与线下学科类非学科类培训教材提出了全面规范要求 该办法规定培训材料编写 研发人员必须政治立场坚定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审核人员还应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相关教育和培训经验 此外校外培训机构选用的培训材料 需为审核通过的培训材料或正式出版物 机构选用境外教材应参照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而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 接下来继续关注 沈栋中国究竟是谁的 现在我意识到它是被红色血统掌控的 9月6日揭示中共权贵家族如何与中国富豪一起攫取巨额财富的真相的作者沈栋发表声明 说因为即将出版的最新回忆录 它遭到中共的生命威胁 在新书出版前沈栋表示中国究竟是谁的 现在我意识到它是被红色血统掌控的 沈栋的回忆录《红色轮盘》当代中国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 定于7日出版 在书中 沈栋披露了自己和前妻与温家宝家族和深圳财进行权钱交易的过程 以及其他中共权贵家族的敛财故事 他表示 中国富豪企业家们就像超级工薪主为真正掌控中国的红色家族服务 据称 威胁是由他的前妻被指挥温家宝家族白手套的段伟红带给他的 根据沈栋星期一的声明 段伟红于2017年9月5日在北京被国安人员绑架 至此之后要无音信 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和生死 沈栋说段伟红上周六给他打了两次电话 要求他取消红色轮盘的出版 并提及儿子的生命有危险 此外还要求沈母从香港回大陆居住生活 据介绍 在回忆6中 沈栋回顾了他和段伟红与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 以及被习近平清洗掉的潜在继任者孙政才之间的交易 通过交易 段和省获得了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和物流项目 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股权的投资 他同时还披露了段与王岐山甚至习近平的交往 书中也揭露了其他中共权贵家族 比如江泽民、贾庆林、邓小平等家族的财富来源 我们继续来关注 前海深港合作区扩容八倍 能挽回正在衰退的香港吗? 9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正式对外发布 方案明确 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 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 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 方案提出到2025年建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到203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据介绍 前海合作区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设立的 目前累计注册港资企业1.15万加 注册资本1.28万亿人民币 实际利用港资占前海实际利用外资的92.4% 合作区产业布局以金融、现代物流、信息、科技等为主 充分发挥香港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和基础科研优势 与深圳市场、人才和体制机制优势 接下来继续关注 中国农资价格持续上涨 今年农民恐将幼无所获 从发改委9月6日组织召开的化肥保工稳价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以来农资上涨尤为突出 从今年初开始化肥价格一路飙升 已较去年底上涨了50%以上 化肥价格的持续上涨将使农民今年又是一场落空 据了解 从7月以来 尽管中国多个部门持续加长对化肥等大宗商品的市场牵管 国家发改委约谈提醒部分重点化肥企业 要求企业依法合规有序经营 不得囤居居期 哄抬价格或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但仍未有效遏制农资上涨 据最新消息显示 截至目前 基于价格因素 多地秋季复合肥 捕获市场仍未全面启动 虽然长久以来盛传下游货源可能面临紧张的局面 但是经销商们却显得官网不动 据介绍 工信部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国资委 海关总署等11个部门和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接下来继续关注 多地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综合上周末至6日 中国各纪检监察委消息截止本网发稿 河北省石家庄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刘建华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 林区分院检察长陈奇工 北京博大新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执行董事经理梁文杰 西藏自治区日卡哲市南陵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和信息化部 主任杨绍局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杨志军 广西藏族自治区吴州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市长廖传胜等人设限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系列审查和监察调查 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农资自假受假犯罪现象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第一批人民法院总业自假受假典型案例 最高法要求充分发挥总业知识产权司法局保护职能作用 从严惩处侵害总业安全违法犯罪 此批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民事案件7件 行政案件1件 刑事案件2件 案件所设的品种包括玉米 水稻 小麦等主要农作物 又包括辣椒 梨树等经济作物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朱里介绍 在侵害正58玉米杂交品种纠纷案中 对于品种权人高达4952万元的赔偿请求 以以权额支持 充分保护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 在侵害一项优2115水稻品种纠纷案件中对于套牌销售行为 在判决停止侵权的同时 判决侵权人赔偿品种权人 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接下来继续关注 NGO起诉德国五家大企业配合参与新疆强迫劳动 非政府组织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 对陈一企业Hugo Bors和连锁超市Leader等五家德国企业 提出诉讼 指控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包庇 新疆可能存在的强迫劳动并从中获益 这家非政府组织要求 联邦检察院对可能存在的强迫劳动 以及这五家企业可能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调查 据德广报道 这份起诉出长达100页 受到指控的五家公司近年来与新疆的纺织公司 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供应关系 有迹象表明这些供应公司参与了强迫劳动 Leader和Hugo Bors公司分别就指控做出了回应 接下来继续关注 流亡藏人政府施政表示 中方如有意对话将任命谈判代表 据西藏之声9月6日报道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施政编八次人表示 他当下的重任是防疫与推动藏中和谈 一旦中方表达出和谈的意愿 藏人行政中央将与达赖喇嘛办公室共同研究讨论后 任命新的谈判代表与中方接触 藏人施政编八次人说 中方如有意对话将任命谈判代表 据编八次人表示 为恢复藏中和谈解决西藏议题 新设的藏中和谈策略规划小组已展开工作 该小组不同于过去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的工作形式 而是收集整理并分析相关信息 即使向内阁进行汇报 据悉虽然西藏基金的领袖达赖喇嘛多次重申 中间道路已不谋求独立 但拥有可以保障自己语言文字的高度自治权力 希望与中方展开对话 但中国政府自2010年起中断了与达赖喇嘛代表之间的对话 并且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 今年1月和4月流亡藏人举行大选 便把次人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 这也是自2011年达赖喇嘛卸任政治领袖角色之后 流亡藏人社区举行的第三次直接选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请为节目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其他频道